对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电影《鸡毛信》 相信很多读者都不陌生 尤其是90后以下的可能看了不止一遍 在剧中儿童团团长海娃封名送信 结果在半岛上意外和日军遭遇 但海娃并没有畏惧而是沉着应对 没有让日军搜到这封信 落入日军之手的海娃 因为能把信送出心里很着急 于是就抓住机会在深夜逃出了日军的魔爪 顺利将信送到八路军手中完成了任务 但鸡毛信中海娃是一个虚构人物 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 海娃的原型是谁呢 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揭秘 海娃的原型是秦玉根 曾是一位侦察英雄 秦玉根生于1928年 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 年幼就失去了双亲 为了生活 从小给地主放牛 保守渐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 秦玉根的家乡成为了贺龙领导下的根据地 秦玉根积极参加儿童团并担任团长 小小年纪的秦玉根因此参加了革命 稍微长大点后便参加了民兵 并多次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 日本投降后 秦玉根因在过去的革命生涯中表现突出 有幸被选入西北野战军的侦察部队参加解放军后 秦玉根更加的努力 在一次任务中 秦玉根奉命化妆成敌军军官到大力县城侦察敌情 正当秦玉根准备进城的时候 忽然看到一名敌神官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秦玉根主动上前搭讪 并趁机麻利地俘虏了这名少校 犹如老鹰抓小鸡 自参军后 秦玉根参加过上百次的侦察任务 且每次都能圆满地完成 并俘虏了上百名的敌军官兵 立过七次战功 其中还包括一次特攻 新冲过后 在西北地区还遗留着不少匪特 在跟随的大部队剿匪的过程中 秦玉根更是勇往之前 直刀匪窝 深情土匪头目 这场战斗后来也被拍成了电影《沙漠追匪记》 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不久 秦玉根又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斗 他在异国他乡战斗多年 履历其功 直到1959年因身体原因才回国 并到南方任职 时光荏苒 鸡毛信这部电影依旧在传播 但其原型秦玉根却默默无闻 现为人知 2004年 侦察英雄秦玉根因病逝世 向年76岁 临终前 他要求将遗体捐献给医学院 感谢观看